哈囉大家好我是二豪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測試這個五隻二的 晴天娃娃融灌的鬥雞場的攻略喔 那我的隊伍選的蠻簡單的 就是現在這兩隻呢是新年的降臨角 那另外一隻是小葉曲 所以就是比較稍微能打的無克角 就基本上已經是無克隊伍了啦 對無克隊伍了 雖然有用到轟絕 不過配置已經很低了 好那好友的部分呢 我覺得可以選白雪公主 薩基爾 錦上之雞 這三隻都不錯喔 麻昌葉也可以 但是麻昌葉的友情有機會殺掉法師 所以會比較危險喔 這關因為我帶的角色火力不太夠 所以我這邊是選擇慢慢磨 那如果你是隊伍好一點的話 那你就可以不用像我打的這麼的保守 那我這邊就是把 我的標準盡量降低一點 就是大家都能過關這樣 好那這關呢 就是軟軟啦 你可以看我軟軟這邊是不用硬殺的 我這邊殺的其實挺 挺保守的 我沒有直接去全部拼一手清 對你這邊要把 晴天娃娃下面這三隻的 軟軟殺掉 然後上面就是軟軟留下來 那為什麼要留下來呢 因為軟軟有這個 雷射護照 雷射護照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幫我們打雷射 因為這關雷射射一下 這個法師就會掛掉 你可以看喔 你可以看最左邊那條 你看這樣就被擋到雷射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軟軟要試情況不要殺 那你們等一下就看我這部影片 哪些軟軟可以殺 哪些軟軟不能殺 就看我這影片就知道了 OK 那我們這邊就慢慢磨 慢慢磨 慢慢磨 對 對 因為這個晴天娃娃的回合有二十幾回合嘛 基本上我們隨便玩 不要亂磨搞 就都可以 安全過關 對 就是控制不要殺軟軟 好那這邊殘血了 反正就是慢慢磨晴天娃娃 磨一個好角度喔 然後或是磨到她的血量 我們可以 把她掛殺掉 就可以 撞得比較大膽一點 好那殺完軟軟是不會跳關的 這邊就 就把她殺掉吧 好我們看下一關 OK 好我們回到這一關喔 這一關的部分呢 就是 這關壓力比較小 就是乖乖的 趕快把輕軌殺掉 那一樣 左邊的軟軟殺掉 右邊的軟軟留下來 就是這樣 右邊的軟軟留下來喔 好那這邊掉法師 其實也不用擔心喔 就是你不要刻意去殺法師 法師基本上是不會死掉的 對 你們可以看我都 故意的撞三管喔 就是沒有刻意去殺法師 就可以看到 這個軟軟的雷射護照 要保護法師喔 保護法師 好這邊就繼續慢慢磨 打得很保守 慢慢磨 這樣就OK 好進下一關 OK進王關囉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王關的部分呢 這邊上面那隻軟軟要請掉 下面那兩隻要留下來 就是 這個 左上的軟軟跟 右下的軟軟要清掉 會比較好 就我們留 我們留這個左下的軟軟 來打 就是 會比較安全啦 對 然後這邊應該就是打得很保守喔 啊 我不小心清掉了嗎 可惡 如果最好的狀況就是 留左下 最好的狀況留左下 就等於我們用三根管子攻擊 那如果你 不小心殺掉 那就留右下的軟軟會 比較好 就是至少要留一隻軟軟啦 擋雷射 就怕會死掉 你看像我這邊就不小心殺掉法師 還剩11回合 就挺硬的喔 呵呵 好 那這邊我就負責加攻 然後順便採個兩管 OK 這樣我剛好都加攻了 對 你們可以看我這個雷射我剛好擋住 就是 如果我沒擋的話 可能中間那隻法師就會被我殺掉 好 這邊就三管 OK 喔 殘血 再慢慢撞 再慢慢撞 好 緊王二 王二小王關喔 真王關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王二怎麼處理喔 我們來看一下 王二的處理我真的處理得很保守 你們可以 跟你們講 像我現在位置 因為我自己打久了嘛 我大概有那個感覺 我這邊覺得我一批位置不太好 所以我選擇 水瓶刷 我等水瓶刷 你們可以看我就真的超保守的 就是水瓶刷不會出事嘛 因為你只要殺到六個法師 只要六個 這個 晴天超人啊 他就會送你發即死攻擊 就是要你死的那種 所以 很危險喔 對 所以這邊一定要等你的角度好 才去撞 像你們看我這樣撞 這個三批 這個 新年將你這樣撞 對 剛好就四面 就是等你的位置好 你再決定這樣殺 就慢慢消血 因為我的角色攻擊力不高 所以我只能這樣慢慢消 我連隻雞 雖然我隻雞位置還不錯 但我不敢 我屬啦 我這邊還是選擇繼續消喔 就撞兩管 然後這樣法師也不會殺掉 好這邊就大膽一點 好沒有我屬啦 哈哈哈哈 好那2P應該 我這棟應該2P有給他殺 像我2P覺得位置還不錯 就我這邊是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保守 正常來說可以不用那麼保守啦 對 因為你的角色已經都拿得比我好嘛 好這邊剛好就四關 OK 這個最恐怖的王二就這樣結束了 好 王二結束了 基本上我們就等贏了 就是 在該租的地方再注意一點 我們應該就OK了 好 接下來到王三 王三那個輕鬼趕快殺掉喔 對 趕快殺掉 那這邊要小心點喔 這邊其實要躲法師啦 雖然法師的位置你們看覺得 呃有點刁鑽 不過 其實 還好還好 就是沒有像王二那麼 那個死相那麼重啦 那個王二真的是很針對那種 這邊就把你有把握的地方去角度 然後開一下 就可以看一下我怎麼撞的 OK 那我這邊不小心輕掉一隻法師 我沒關係可以 可以接受 好 換一批 這邊應該可以撞個三管喔 OK 那剛好撞三管的話 那個法師 還好 對 就慢慢消吧 然後這邊只是純粹想開 再一隻手 呵呵呵 位置還不錯 好就慢慢用三管 慢慢消他血 慢慢消他血 就如果你沒把握就是慢慢用三管消 用三管消 然後角度抓好一點 好像我隻雞雞雞動應該就可以收掉了 我隻雞雞動應該 我有把握收掉了 好剛好四管 欸 沒有死掉了 好沒關係 那再移動 呵呵呵 我以為會死掉了 喔 原來是 原來3B是星鹽角 我以為是自己 看錯了看錯了 現在才要熟 那我有把握我就趕快開這個 老司直接 確保你們擊殺掉 OK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個五隻肉的晴天娃娃 晴天超人的 比較詳細的攻略 我們也這樣拍的門檻比較低點 那感謝各位的觀看 謝謝大家 掰掰